我这我不出去就是我不想知道啊 但是我确实是一个好人呀 我也变不出你们再对我出谁 出不到人再出我吧 好了吗 天黑双刀呀 奥迪奥这张白龙牌肯定可以认呀 并且刚才我发现了啊 骂死杨他跳了通灵人 然后投出去这个 人号牌压布 他的一张茶沙牌 他是站着出去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是好人了 那你要是说 我要是认马死杨是这个通灵人的话 那嘎师傅 他就是一个假的牧师 如果我认马死杨是真牧师 那你马死杨就是一个假的通灵人 反正我是看着你站着出去的 而且就是你三号 你三号 不可能认不下来这个奥迪奥 他世上好人牌的呀 那天黑双刀不可能那个什么呀 不可能ZD好得这么快呀 奥迪奥铁白龙啊 那你三号你不出门 那肯定要出你啊 而且嘎师傅好像也没出门 我刚刚定堂里面有两个人 我出炼了 反正我看到是这个三号 这个鸭师傅我没看清楚 你们后面再盘一下吧 我先向于这把出三号 三号是这只 他不出门就算了 他还打这张真白铃 坏了呀练宝 练宝这是不听发言还是玩的菜呀 马死杨说如果是狼 他就出门立刻出门 如果是好像他就等一等 他没说他要蹲着 他和正常这个 面人玩法有点不太一样 但他已经说过了呀 没听见吗 我听见他说了呀 后面人说一下你们听不听的 我听见马死杨说了 他说是如果是狼 刀呀妹我觉得没错呀 我一开始就团票 我直接就出门了呀 我根本也不怕刀 我就算旅行者 也不太妄想推 还是处里纳 里纳都不出门 我上来点了三张坏人牌 应该我觉得 这一张坏人牌已经没毛病了吧 不论马死杨怎么说 这一张坏人牌 然后他又不能出门 那三张坏人牌赛 我看来我点的三张全是狼 我点的没问题 我的身份怎么还能认不下来呢 对不对 那四号是上通灵人 那我四十的身份 我觉得没什么好调子了 二六这个白领我是认的 先处里纳吧 处里纳如果不结束 那我有点怀疑恋宝了 我感觉恋宝 他不能这么明显的发言 听不见吧 他上轮是不是还捞了一下杨妹 我记不太心 好像有一个人 是保了一下杨妹的 处里纳 上一轮李纳的发言 牛哥昨天被砍到床上了 你自己都在狼 不找狼 你说什么背叛者 不会吧 我那个126的尸体大概率就是杨妹 刀 杨妹不是说他做的教室的警警报吗 当时我开了进 我看警警警报旁边 有个第一把上去就被砍了 就靠近教室杂物件 那个门的 刀人的话应该就在那附近吧 杨妹不是说他做的警警警报 小米亚刀的 可能就是他 他在126附近的刀了一个人 杨妹的上一轮发言他有没有太好 正好上一轮没有说这个 4号没有聊这个7号 7号把我的位置也报错了 我是从事外出来的 我不是从厕所那边过的 这个很压压 反正7号是个坏盘 然后3号没有聊7号 37应该两匹狼 牛哥还是背叛者 出关3 出关3 其实马斯特洋身份不用欢迎 马斯特洋和U是在一起的 那40是绑在一起的 而这位没了就剩一个练宝了 刀老大尔是开局地下室做的警警警报 然后1245是莫斯派 我是8 1 先出先出铃铛 铃铛肯定是现场的 这把3号出完游戏闭结束 就直接闭结束了 我分析的都很清楚了 只是最后借了一件话 我都说了6731里面出三张狼人牌 那看来是我 低估了 练宝 练宝应该是 应该是当时四个人里面出四张狼人牌 练宝这 我不知道是没听我发言 还是改我的发言 我都说了 如果这一段是一张狼人牌的话 就直接出去了 你不要说什么 我要蹲着出去 然后又再猜什么零号 是不是 李娜聊 反而我觉得练宝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李娜应该做成 唯一变化就是三合十一中间 有个背叛者 有个引狼 大差不差了 零号归押票了 这一段是一张狼人牌 所以说我觉得零号 练宝正好 还要还请零号的身份 非常不错 感谢Tremble行云所的框核卡 谢谢宇哥所的框核卡 曼水扬是说他 说这件事恶言 他出去的 那两把这么说 我不算是没听出来 还是没去发言 那曼水扬和雅思夫 他们的对的算了吗 就把雅思夫归票吧 雅思夫归票 雅思夫三合十一里面 三号呢说 这一把 就那个这一把 应该出不到我头上吧 他说可以给他留一轮 三号这个感觉 如果他是个刀狼的话 他应该不会这么说 我想出十一 好吧 十一号 我觉得应该 他不是搞不清楚 他肯定紧张了 他觉得 他的队友都没了 这一把 反正十一出完 还不是的话 就是三号 但是按照我的判断 那基本上就是十一号 好吧 三号应该是个狗腿的 我想出十一 好吧 我归票十一 然后待会把那个 麦克风声音调响 好像有点轻了 你就那个ESC里面 游戏有个麦克风音量 把它稍微调大一点就行 我归票十一号 我原本还想出三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得出十一 十一号出完游戏必业组 出十一号 三号 如果他真的是个刀狼 他不会这么说的 不会说什么 留我一轮 这种他越说留我一轮 他就是激起别人 想出他的这种感觉 他就是个背叛者 他是个刀狼 他不会这么说的 你知道吧 就应该出十一 密结束游戏 他就应该出十一 那麽体也不大 神牌会不会我会玩乔乐子 我开局就收了警报 你说我收完警报到了 哎 我有没有打 没有 我没开局 我有没有打错 我让40PK我有没有打错 而且我也没不热感 是不是这个牧师 我说先一开始就跟着他 我怀疑李娜是觉得他是牧师 把他带过去给刀了 我有没有打错 啊 神牌在干什么 谁是到了 40呀 三郎聚在 40三郎聚在 我是他们两个PK 我有没有打错 神牌在干什么 但是乔乐子第二轮还说 我收了个警报 就把126给刀了 哎 我直接勾出来压好吧 牛哥要来 这个牛哥让个位置 来 我来 我来 三郎聚在 就 又 那是他杨林娜三个 谁啊 杨麦给弃成这样子 我 是我 是我 不是 我主要是我能保的人 他原来说我是个刀老 我觉得很无语你知道吗 谁啊 谁是冲击断的 今天谁是冲击断的 我我我是我是我 我还说出了11号游戏直接结束 我们不是对三号了吗 你当我干嘛的 没错呀 国一白啊 国一白带你们来玩 所以李娜确实是被判者是吧 她是隐谋 她是隐谋 是李娜隐谋 我都说了很关键 很关键的一个点 金星星一开始就跟着她 我说李娜一次她是个牧师 可能把她带过去 把金星先给刀了 我又没说我我下去先是个真户时 我 我先问一下我先问一下 就是我走了之后 你们还能组上吗 因为有小姐姐将找我去 宣承赢 什么东西啊 什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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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玩哪 如果阻不上的话 我 去玩没帅吧 没帅 823 干嘛了 只是把你们骗到团团转 这狼人太狡猾了 对 对上为什么还要打 我的天 他们两个淘汰 关我什么事 你说我一下 我是被犯者呀 你当我干嘛 你为什么 开了 我本身想打右的 然后还 也不能完全是我的问题 兄弟们 大家都要出十一和三 那十一号确实聊得太差了 我们怎么办呢 关键 关键白脸也把杨梅刀了 牛哥不要关一下 牛哥 忘关了 我确实也出三号比较好 三号出掉至少少一个狼 主要十一号 你听他怎么聊 你感觉他实在没办法相信他是个好人 谢谢 请大家守护练宝 谢谢十一号练宝送出的魔法书 谢谢 谢谢大脸宝 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作用造成的 主要杨梅那个位置呢 也被聊进两坑里了 那杨梅刀确实是个狼是吧 兄弟们 不对 三狼俱在 十一人是背叛者 哎呀 这是学亏了 确实学亏了 十一人是个背叛者 确实学亏了 他那个位置又太像刀狼了 结果出了个背叛者 又出了个好人 砍了个好人 然后再出了个好人 巨家 巨家五 不是 干什么 这笔杂就敲了这什么笔杂 干嘛 啊 我又是法医啊 压述你也被刀 哎我好像刀了个人啊 你刀了巧勒斯啊 不会吧 我刀了个谁啊 你不会把法医刀了吧 我不知道 我看我前面一直有Q在撂 我就按了Q了 巧勒斯爆了就被你刀了 我把巧勒斯刀了 哈哈哈哈 我和牛哥找死了呀 我看一屋是那边已经有尸体 我不敢去啊 我看压述我过了 我看前面狼盗来那个人 然后又黑灯了 我就可以乱了 结果巧勒斯估计退了一下 我还是牧师验了杆子精水 反正我上去我就暴露尸体啊 完了这局 完了 哈哈 目死白灵 不是啊 关键是我验的杆子 杆子头也不回啊 出去之后先先先直接把我闷在衣物室里面 好吧 牛哥什么时候犯 是哥穿 是哥穿夹的 我这没办法那黑灯了 我肯定得Q吧 对吧 我总不见得被闷吧 对吧 我肯定得Q啊 我就宽案Q 结果我还巧勒斯 一开始没有Q的 退了一下就把他Q了 杨贝和佑 知道我在那里把警报修好了 然后我上来 上来到这个教室杂物间的时候 就天黑了 天亮了之后 狼道里面跑出来一个pro maybe pro maybe 你跑出来就算了 那个时候 然后是死了四个人 你从狼道跑过来 我跑到衣物室办公室那边去看 我操四个尸体 那应该白灵也能出刀了 有这种一定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把我只打一个人pro maybe 我打了两刀的话 那杨贝和佑 是可以我证明的 如果我倒了两刀 那尸体肯定出现在地下室 他们肯定在地下室跑遍了 好吧 然后我就跟你们说 四个尸体在衣物室办公室那边 pro maybe 直接被我打死 这一轮直接把所有好人的票 挂在pro maybe 身上就可以了 我只打这一张牌 就是目前来说 我只打这一张牌 是肯定有刀的 因为死了四个人 谁好 我是牧师 杨贝是我的精髓 我开始去办公室做任务 李娜先做的 李娜在里面做完她出来 我本来很验她 这时候看到杨贝跑过来 上了杨贝有点高 我就把她验了 吃个精髓 我就把衣物室门关了 她在给她打打凳 她应该扔下来了 我就跟她做了乒乓球式任务 然后在做教室隔墙任务 她在做隔墙任务 然后紧急响了 我去看鸭师傅把教室紧急修了 我和她杨贝一起下去的时候 应该是李娜修第2师紧急 之后我在这个杂物间有一个任务 我就带着杨贝进去杂物间 准备做任务 刚进去天就黑了 天上之后我出来转了一圈 然后杂物间啊 那个电影控制都没有实体了 杨贝跟我转了一小会 杨贝不见了 但是杨贝走了之后 第2师蹦出来的三个人 是谁呢 是个老道尔126和 和谁啊 我忘了 反正肯定有这两个人 如果没记住当时修紧急的时候 只有我和杨贝还有李娜三个人 你们三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然后如果李娜报警人 哎李娜不是报警人 啊 报警人死了 李娜看到世界了 第2刀关灯出刀 李娜有没有这个出刀时间 应该没有吧 在我的视野里 我听一下后面发言 反正杨贝这人我比较信啊 但是如果李娜说她没有出双刀的时间 我是不认的 因为开局李娜就在西局 然后关灯的时候 我是看不到她的形成的 但是她这个发言还算比较正一些啊 我觉得还是暂时能忍 主要听一下Promaby的发言吧 四刀白铃出没出刀呢 我的CD还剩113秒啊 我的CD还剩这么短 那确实够狼双刀的CD了 好吧 听一下后面发言 我金水是杨妹啊 我跟杨妹投票 嗯 嗯 报警人死了 李娜聊的位置 她是从那个 电力控制室那个位置 楼梯口内上面是吧 然后她5号打的2号是从 卫生 因为是右边那个狼盗过来的 那也就是说5号是在教室杂物间的位置 看到2号从 枪杂物出右边那个狼盗冲出来的 嗯 这轮我想 这轮二八出都会 1号也没有人看到过对不对 8号 8号是一张很怪的牌 嗯 当时天黑天亮我跟杨根在图书馆 前门门口那个位置 然后天黑天亮我们两个都没动 但是天黑秒报警 天黑秒报警 然后 我们 我就给杨根打灯 想去电力控制室那里看一下 有没有人死人 因为我们前面 走到那个十字路口看了一眼 有有人在电力控制室门口 应该就是7跟11 然后图书馆 我们在图书馆那里天黑天亮 然后就往电力控制室那里 7跟11还在那里 这轮底下是4个人没出道 老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我跟杨根从图书馆走到电力控制室 然后再回头想从电梯上来的时候 老道突然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老道可能是从义务市道人 然后从教堂那边过来 然后下电梯 在从电梯那边图书馆 因为杂物间的门是关着的 我特意回头去看了一眼 杂物间里面没有一个人 杂物间的门是关着的 从二八都可以出 是这样的 我信息很大 我是一个白灵 我是在嘎师傅跟那个乔勒滋后面赶 那个乔勒滋肯定是一个法医 然后我们过去了之后 嘎师傅应该是没看到我 我是在管理的处 然后天黑了 天黑了之后是乔勒滋抱着紧 乔勒滋抱紧了之后 然后天亮之后我走过去一看 乔勒滋躺在地上了 嘎师傅都收起来了 呀 然后他可能是没看见 我不知道后面跟着 然后我就直接冲上去给他刀了 我是白灵 哇擦 你们是十一 十一十七六是在地下室的对吧 然后还有能出刀的就是五二 五二八 五二八这张牌 然后五号卡了一个前置位 打了二号 二号好像没有什么求生欲 然后他确实打了五号 但是他没卡前置位 然后后面的八号是在墨置位的 然后情况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这边是在一楼做的任务 也从来没去过地下室好吧 然后这边再盘一下吧 二八五这边的票我都可以都可以挂 好吧 你们看归谁好吧 被判者出来替我死一死的 出了四刀 你说你是白灵 又在这个位子 能不能认 我觉得出刀都该走好吧 出了四刀啊 你出了四刀 你真白灵还能带炒 我说一下 11号确实是一开始就跟我全程一起做任务 然后那个地下室的那个警报是很大修的 就是杂物间一开始那个警报也是压制不修的 然后后来就 11号跟7号在地下室的时候 灯黑了 灯亮的时候是 10号和6号他们确实从那个 杂物间和图书馆那个走廊那边过来 后来就是说 11号10号和6号他们就上屁楼 就上屁楼 天气上来的 我就天气上来我就看到 5号和1号的灯是打在这个2号的脸上 我觉得这轮应该出1号 有到的都在走好吧 那杨妹 是 你摸啊 肯定出2号了呀 嗯 肯定出2号 然后那个李娜都逮到了嘛 刚刚说 小妹子的声音啊 啊我 251顺出我觉得 251顺出 281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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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看有个 杨妹也是就是保了一下李娜的 对吧 啊 然后我126当时是跟我在地下室 嗯 外面 我没注意到老道二这个人 是什么时候下地下室 你们说他在地下室我就没注意 啊 但是 人肯定没出刀 然后这里呢就出2号 我直接会跳2号过了 不是啊 我开始上 三个任务啊 我是在这次做完三个任务 上了石坦 做我最后一个任务 其实还酥酥酥酥的 很失败 天天就要我想 下街市找10天 看到你们在那边 然后我就上来了 好吧 这把 这11啊 牧师信不了啊 啊 除了四刀的情况下 而且他4D8也不对啊 这把其实酷掉11啊 如果我们进化的时间是9分钟啊 完全可以验两个人的 他只验了一个人 他在墨师做过 在我这里 肯定是11的 好吧 没办法你 也不是说白铃乱逛啊 当初其实做完两个任务 我就准备回去了 我是走到教堂门口 看到巧了字 一直给我闪灯 意思让我过去 那我想他肯定是个法医 他不敢过去 喊我一起过去 那我想我就跟他一起过去了 归之后就看到狼道那有个人 朝着我们过来 还关了灯 那边尸体先看了 那我看我这个天黑了之后 这个Q量了我就只能Q了 我没办法 直接碰了 直接碰卡雷 碰卡雷 其实也能吃了 刚才打他很容易 谁知道是巧乐斯往后退了 提升布料很大 他直接往后退了 把牛哥 反正牛哥在那里打炉 然后 往后一退呢 我这一QQ上来 就直接把他Q掉了 牛哥上来还润润润 这讲主了 那怎么办呢 万一不Q人家把你直接给刀了 那又说那牛哥关麦 然后我去了义务室 把点了一下 随便点了个验人 验了杆子 然后验头就走 我也没办法 那一波其实我准备回到灵桃躲着了 你知道吧 结果我看到巧乐斯给我打的 那我只能跟着巧乐斯去了 我跟着巧乐斯 我看到有个穿着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棕色马甲人过来 那贾哥过来了 灯又黑了 然后我一开始Q是没亮的 突然天黑亮了 你就Q了 我只能Q了 没办法了 我想我不Q我但我没了 歪两个狼呢 直接给我刷刀了 我正好挡 我正好挡在你面前 你把我倒了 对你正好走过来 然后Q突然直接亮了 那我只能Q了 我怕两个狼过来 把我们刷刀了 我不如直接Q一个呢 结果谁知道Q到你身上了 这讲主人 这没办法 那我Q亮 我只能Q了 我要是不Q 待会关注要说 那你为什么不Q呢 你Q都亮了 你为什么不Q 那怎么办 我死的时候 我以为杆子是瘾 我知道吧 头也不会出去了 顺着 嘎得出去一瞬间 我就被Q激来了 哎出了一个背叛者 还没赢吗 阿花引我吧 二号刀狼呀 什么刀狼 一个右 一个右 一个 谢谢 你问问嘎师傅 谁刀的他呢 我忘记了 他根损猗 她应该是ULL 有味是那个马甲吗 他心里先被说的 那个马甲呀 卡子肯定是 星他心弦先弦 岗的呀 那个星星现弦也没在我回头的地方 他就是狼道上那个人 没必要是 刀狼嘆肯定美好 它是狼刀的 它是狼刀的 狼道那里的 我是直接被先先取的耶 我在这旁骗 我是腿子 对了出了腿子还没结束吗 我是被二号倒的 应该是一二六十一吧 感谢原子弹是非得给了领主 能把星星先取了 应该就是他倒的 我直接说嘛 我有一万个机会杀掉十一号 杀掉七号 杀掉你先先先 但我偏偏没有任何人 有去杀掉这个十号 懂了吗 先先先 你刚从灵堂出来 还黑着灯 然后还朝我闪灯 不让我进去看 我看到十一号往那边走 我就先不管了 我看一下灵堂的神灯 然后再去验一下 但十一号不一定是以后 他应该可能真的不是 好吧 最终先把票 挂在这个一号星星先的头上 他倒的人 找到我直接过麦了 我看到尸体在灵堂 然后 先先先确实从那边跑过来 琳娜进去报尸体 我当时在往厕所 准备做我厕所的任务 杨妹也在灵堂附近 这一轮也在 其实好像都在 所有人都在 这一轮应该还是出一出一 先先先 我这个CD还没有好 还21秒 下一轮 李娜说我有可能坐上尹 李娜报警了 我就不管了 杨妹是我的精水 老道尔过麦了 那我只能验自己的呢 等下验下自己吧 好吧 杨妹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一下 你现在是我唯一的精水 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跟我 但李娜才跟我在地下室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李娜也没有看我 李娜暂时我也放下来 李娜不会是尹狼吧 李娜尹狼 先先先背叛者 老道尔刀狼 感谢月野刘白送的三招粉丝牌 谢谢屠夫渔夫送的很多荧光 还是听杨妹规票吧 好吧 杨妹毕竟是我的精水 我还是比较能看杨妹的 看下杨妹的规票 这轮我觉得就是从18里面出 还是从18里面出 18在我这身份都不做 8号上轮正打我 这个不专牧师的 全场唯一牧师 没了呀 这5811三郎 直接就坐在这前面 呀 这李娜去灵堂把这个人刀了 然后我正准备进灵堂 李娜就直接报警了 好吧 这11号还是个隐魔 8号背叛者 5号刀狼 这这么玩吧 真的我不是坏人 好吧 我是从那边厕所 那个马桶之后 我往那个灵堂走 我走进灵堂就看见李娜举的手 真的没办法 我在地下室 我有刀我就把杨妹刀了 好吧 然后 这怎么可能是我刀的呀 这5811 三郎连坐 没了没了没了 出肯定是出这个李娜 这刀狼好吧 11号是隐狼 5号是那个背叛者 呀 这三个 这这这墓子 我以为真是墓室 结果他站起来打我 离服好吧 出5号 这狼队这不会都能输吧 这 太明显了 这个 我这边直接就归票1号了 人126 有可能是他 就像李娜说的 嗯 杨妹有没有可能是隐魔 杨妹有可能是隐魔 杨妹和老道尔 反正在我这边就 杨妹和老道尔 呃 里面出个隐魔嘛 老大儿我感觉多数像是狗腿 就是他最后抱 抱完紧之后 他才下地下室嘛 前面就是上一轮聊的 他是抱完紧之后 下地下室想去找个现场 呃 直接归票出1号 杨妹里上人不是要出1号吗 这人能出1号 也不会归 归其他人吧 过了 你别混 出了1号以后 81里面两个人看 这1号 虽然现在地下室 这个图书馆 我就想追着我道 我直接任务都不做 坐了电梯 直接躲在这个教堂里面 我就不出去了 然后仙仙就跑了 好吧 我是去那个室外 去教室那边 我自己是观人灯去做任务 然后回到灵堂那边的时候 我看到仙仙从里面跑出来 然后里纳进去报告的尸体 然后这个人就是1号仙仙当了 还怎么你冲进去小报警 出1号仙仙 下一轮81里面看 党队还真没了 2号刀的我 1号是另一个刀狼 1号那时候应该是刚刚刀了那个人 所以他CD还没好 我是被Poro妹毕倒的 呀 我打的真的臭 看去天虎啊 死了四个神 我打的真的臭 我没追上杨妹 然后我又冲出去被你拉闪 死了四个神 不是 那到底巧乐子是不是被我刀的 是呀 还没有人了呀 因为他们刀美好呀 先先先你那个第一轮的时候CD美好是吧 他CD好的是他刀的你呀 没有啊 观众不是说是2号刀的吗 2号刀的你 我给你报一下电台是怎么回事 关灯了 嘎师傅把巧乐子举起来 举在空中我把师傅举了 然后那个先先先在旁边看着 对那个穿夹克的应该是先先先吗 对 他们就守在那边呀 两个都在 呀我太猜 哇你们这一波天虎开局怎么怎么 换句话说 我们是五个狼 天虎转天奔好吧 你们是五个狼 我们是五个狼 我还帮你们砍了一个法业 没刀上 赶师傅你知道吗 摄率低的人组是男狼 越男狼越输 什么意思啊 不会 所以说我们本来就是菜 不要对我们有太多的期待 我的耳朵被犯准 对 我告诉你这个局就是谁穿牧师的衣服 谁就是尹国呀 不用想的呀 牧师第一个神肯定肯定灭脱的呀 四个神都在地下 都都在迎接吗 对呀第一轮四个都是神呀 那我们跳个三绳出来直接踩你那是不是 感谢郭博士送的魔法书 谢谢郭总 感谢郭博士送的奖杯 养妹怀疑那个 这些VO特送的狂温感 谢谢郭博士 说老板身体健康发展在其他运 爱你们不不大 给你的金水发到其他人 发到这些人头 感谢 请大家守护练宝 现在练宝送的又一本魔法书 感谢练宝 谢谢练总 老板 风流倜傥敌个大 感谢大老板 为老板们诉上压嘴不播 嗯 好 你 215 我 绢下来 这没了 这没了 哈哈 Harr 郭博士 他为什么 因为 不知道 他们好 好人不是他们狼人天狐开枪 他应该准备PK的 准备PK的 就跟杨并 不都没意思给我抓住在啊 出11号 错吧错吧错吧 经典这把太经典了 当我发现我把巧了自刀的时候 当我发现我把巧了自刀的时候 我以为这把铁没了 而且 开局死了四个神 你知道吗 死的四个都是神牌 遭不住 刚好我上来就看见 不都没笔好过来了 都你们念刀的吗 你们我看不懂 这太天崩了 我没追上 刀刀刀人 追半天追不上 呀 呀大幕上 大幕上广西视线 广西视线你打什么哈哈我没懂啊 呀 别人都可以笑广西视线你不能笑你不能笑 牛哥呢 广西视线我不服 你们就来就来为什么就出两大就赢了为什么都能被抓面包的 我没在吗 啊你不在队里啊 我没在吗 对啊 你掉了你掉了 四线太恐怖了四线地下室追着我跑 广西视线还能打哈哈哈的一个 怎么了你我本来你跑进来玩了不一定比他不强 走位以及他的行动都有点不对劲你知道吗他任务好快啊我操 我们这个牧师他妈在我眼皮子底下一次做了六个任务 但凡再多出一刀就赢了 其实不该 对啊这两刀他为什么都不能被抓面包的 他们刀太明显了 这个牧师我都示意他往灵堂去他理的不理我他他对我闪灯往车手去他还要我还理他的 他们不知道法医死了 我要是不从灵堂出来 他们以为126是法医的 去看灵堂 我也要去看 那没事了 拉下我 大学生玩狼还可以玩好人绝对钻头 我要是玩狼说不了话怎么办 我会想你前面卖不是正常的吗 他歪歪卖 你玩狼跳下去歪歪跟狼狼都有 我再开了 感谢郭博士送的 波法书感谢他老板 祝老板生理健康发生在新大运 爱你莫莫大 老板我这个压嘴波波暂时CD一下 因为他们都说我拍阴间了 有个弹幕说 这个轻的把他脑髓都 那个那个吸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算了 待会 我鬼魔 我是隐魔 我好像掉下了没进去 换个人吧 那门口开警报 门口开一波警报吧 啊我是隐魔啊 啊 又不带刀赶紫 那待会说不定又带刀了呢 哎哟 30秒呀 40秒我还改错了 爽一爽的 帮你报仇 妹子走啦 大学生在外面吃饭啊 大学生在外面吃饭啊 感谢一日清闲大老板送的魔法书 谢谢一日清闲 谢谢闲走 老板大气啊 感谢大老板 祝老板发大财请大运 感谢 老板魔法书触发了这个压嘴阴间波波的CD 啊这个CD释放啊感谢一日清闲大老板 谢谢一日清闲 给老板书上压嘴阴间波波 把这带回音的波波特别带开 啊你是怎么听得到的 啊我把外卖关掉了 怎么回事 你老你的 被关呀 啊 一模有音的呀 你里面那个杂音很多 待会尽量 自由发言 完了射死了 那谁来还差个位置呢 126走了 大学生呢 大学生他在外面吃饭 谁来 126之前玩的不是好好的吗 叶毛仔来来叶毛仔 大叶毛 跟我一下呀 126他的麦一直没声音 他之前跟我们玩都好好的 我要是玩狼说不了话呢怎么办 我整个有血崩 你看看你游戏里那个设置里面那个麦克风测试 你点击开始测试 看看就是你在播放一下看看有没有声音的 但是话他更新的这个麦克风设置跟个 跟一坨屎一样还不是不跟 好像就更新这个之后出问题了 126之前跟我们玩都好好的 他更新之后有时候声音忽大忽小的 本来好好的麦有的人声音就小了 就更新之后这个麦克风不行了 每次更新都富有化 那126试一下 你看看那个麦克风测试能不能听得到自己说话 我是听得到的 歪歪歪歪 歪歪歪歪 听不到 听不到就说明他应该没有获取的 那就拉叶猫仔了 你看看是不是设置里面他有个那个 就选择麦克风的那个地方你是不是选错的有可能 现在没的 CG改好了30秒 改好了 谢谢雨后红送的框框框框 谢谢小航哥哥送的宝剑荧光棒和小行星 30前面是改错了 原本是35改30结果35改40了 没错是30 我操 我操 我真是操 假装冲一波地下室 假装冲一波地下室 把这个房门一打开 进去混一下 混完之后再上来 再上去 上去完了之后 看到有个人出去 然后我再趴拐进去 插一波雕像 我再插一波雕像 这必须得插一下 30秒 我操 这出去被狼队友刀了绝对血魁 绝对得插 第一轮肯定得插 按插 感谢冰笔冰水冰 谢谢冰总送出的超表家 感谢冰老板 这个冰老板直接触发了一波 压嘴阴尖波波 两连波 感谢冰笔冰水冰 大老板 谢谢冰总 老板大气 老板大气 祝老板夜夜声歌 老板依据潇洒迪克大 感谢大老板 给老板树上 阴尖压 阴尖压嘴波波 两连波 这个事情有点巧合 刚才有点事 挂了机了一会 然后第一个任务在那个宿舍里 然后往宿舍走的事 看见了乔勒芝往我脸上走 走过来之后 我进去了 发现那个 躺在那个 宿舍那个桌子的旁边 好吧 事情就是这样 乔勒芝没了呀 我是个法医 好吧我直接 把身份拍出来 我是个法医 还有一个 乔勒芝 肯定就是他刀的 好吧 肯定就是他刀的 我是个牧师 开机出门 院的夜马仔 这里是恶灵 他是该开局往东区跑的 那我就 扭头就回了 C区 我在U4出来的时候 是看到 琳娜 进的C区 好吧 然后报警之后是 琳娜 2022是从 C区出来的 乔勒芝是从 教师那边出的事外 之后 不是你们一大波人 从教师那边出的事外 我说 就是这么多 这把 50吧 反正10我不知道 10有可能剩下比较多 那50个是不是 每出大雨片来 还是或者 让你找吐 你天天找吐 呃 反应标一标水 我是同龄人 我是同龄人 人真不是我刀的 我一个任务都没有做 开局我看到1号和4号 是在 4号远子弹送的很多 然后我看到3号 3号是一个人去的东西 我一个任务我都没有做 教堂门我都没有进去 因为我是个神牌 我要拿身份的话 我就比较怂一点 至于你说那个宿舍 我家哥 没有进去 但是这个3号 是一开始就在东区的 刀人的可能是这个3号 我任务没做 没做的时候 我在失败 所以11号 是最先从 西区出来的 随机出来的是4号和6号 然后后来包之后出来的就是2875 2857吧2857 这些我这是我看到所有信息啊 我是同龄人 我开局一个任务都没有做啊 但凡有第二个人跳通龄人来踩我 你下一轮必走啊 我真的我要出这个戴刀狼就是3号了 3号只有3号是开局一个人去的东区 那刀人的就是3号 我是不是我 一步都没有踏进过 我可能是被法医误锤的牌 但我这是 我是同龄人 出这个3号 3号我要死锤这个3号 3号只有 只有3号是一个人去的东区 然后4号和1号是开局挂机的牌 我是牧师 我开局院的杨卫是我的精髓 然后我全程一直跟着杨卫走 杨卫隔墙修的那个 食堂的柜子 然后我冲到里面去修 他修完了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了教室 他修那个课桌 我准备去修教室 杂物间那个警报 然后刚走到那个门口 我还没 没到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 报警了之后 我们跟杨卫从教室出来 然后 右边过来的是 还有一个谁我 然后左边过来的是3号 然后大概行程就这样 然后我们直接进了教堂 然后9号查查我 我这肯定不行的 因为我这是 是一个牧师 我验CD还有135秒 然后我开局就直接验了杨卫了 过了 我基本上全程就跟刘哥一起走的 我公司去办公室做个任务 然后刘哥应该在乒乓球时做任务 然后警报响了 我俩就去 出警报 然后警报还没修呢 就就报警了 然后我俩出来 我过来的时候是碰到了杨卫和叶卫宰室 从那个中区时长那个方向往我们这边走的 然后我们就进来了 呃 1号说10号 从那边过来 10号说3号 那再听下3号怎么聊吗 10号是跳了通行人 然后上面还有还有 5号是牧师 还有9号是牧师 这两个牧师我 我没太多太多信息呀 我怎么扛推呢 发查查还是什么 刚刚就想 我瞎聊我的行程 我乱了 他说说完他是牧师之后 上到厕所 然后 呃 没听清 好吧 过了 5三双廊 初五初三都可以 因为一开始 我在东区做任务 然后5号叶卫宰隔了老远 他就 然后 11号 这个又是从那个 电梯那个门进来林桃 创到那个东区做任务的 我和牧师 上做完任务走的时候是 东区只有两个人 是3号和11号 那9号给 5号一个查查 5号又给我一个15个 精准我不接啊 5号 这个做任务行为太奇怪了 5三双狼好吧 先出5号查杀吧 下一轮就是 要是白灵在的话 出门刀3号 3号不肯出的话刀我 我是一张白灵的 正是出5号 精准不见 鸭鸭 两位 你是不是背叛者 你那边情况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保7号 2号能互保 不带出刀的 既然1号已经 既然1号已经死锤10号了 报警人 你是不是应该尊重 先出10号 而且10号全场也没有聊1号 而且他反过来出3号 然后你 你这儿有5-3 3是那个那个那个什么 是是是是是是说是狼 你不接 那你那我只能认为你引狼 我被判你 那我跳同龄人 我直接打10号 我不管我出10号 归票10号 先出先出10号 尊重报警人 我跳牧师太蠢了兄弟 我这个位置的牧师 谁信你啊 我3号现在要做的是 先聊一下这 什么 我3号一开始确实是在东区 因为我为什么要去东区呢 因为我有三个任务在东区 还有一个任务是在地下室 我一般玩好人是不想去地下室的 我开机去了哪里呢 开机去了食堂 去食堂之前 我看见这个 巧勒兹和这个11号是一块的 然后我去食堂做了两个任务 做了第一个任务之后 我有回头 我想去灵堂一下 这时候看见了杨妹这张牌 看见了杨妹这张牌之后 我往灵堂瞅了一眼 好吧 确定没有发生命案之后 我就用了食堂做我的第二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做完之后 我想去教室 正好这时候警报响了 我就更加坚定了我去教室那边的那个想法 然后就走到教室门口还没到的时候 然后我是从室外那边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我去看见谁呢 看见了这张 这张今天还有这张杨妹 其他的牌 比如说五号叶毛仔 我不知道是不是视野问题 我是没有看见这张五号叶毛仔的 他可能在我身后 看这个身位的话 我确实是回来的比较早的 这一轮的话 我第一个人去教室做任务 教室的门是我打开的 所以你们后面的人进去看的教室门 我打开的 做完教室调查课之后和讲台 然后来西区办公室做调查笔记 当时在室外这个的时候 我应该是看见没有人 就是没有你们手术的人 就是往那边去 我看到的是老道尔从西区出来 然后我去办公室里面做任务 看到奥利奥在里面 然后我在住办公室调查笔记说 坐到一半 应该坐到百分之四五十的时候 然后就报警了 我和奥利奥的一般人都是拔腿 往这个教堂这边跑 那我们两个可能都是好的 好吧 我自己是一个旅行者 就我不太确定 但是至少他没伪到我 这一轮我先认奥利奥是个好人 奥利奥你把人盘清楚一下 我觉得这一轮的票 点在三十里面出 十号这个文艺的通灵 没有第二个人票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不能出的了 大概九号查诈的这个真五号 有可能真的是一个盗狼 然后十号也点了三号 然后杨妹也点了三号这张牌 但是杨妹点三号的原因 我是想不出来 他如果是狼的话 他把三号牌点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不出来 他就是为了保乔勒兹吧 我觉得不一定啊 他保了乔勒兹 那就抛夜猫仔了嘛 夜猫仔就是真不生 然后老大也是一个 想办法把师退去 反正我觉得这一轮 十号肯定是好人了 不许这情况来看 我就跳个通灵人 我就至少打一下 其实这样听完啊 我觉得狼坑在我这边挺明显的 五号三号二号以及零号牌 零号牌虽然没有发言 但是我觉得我就可以把他当狼打 四号牌上白领牌 上了厕所这边游戏开了 然后巧勒兹当时在教堂正门口看着我 然后我出去之后他才往东区走的 我只坐了一个人 我是去办公室 然后林娜进来的 当时我看到义务室门口有灯光 应该就是老道尔 那老道尔既然说五号牌 开局是去东区的 那他往西区走 我觉得在我这边是张牧师牌 真正能做的事情好吧 不然的话 如果尸体在东区的话 他为什么要发一张五号牌呢 五号牌如果真是他的狼队友呢 这个没有意义对吧 那九号牌肯定是个真牧师 然后十号牌巧勒之后 我这边再信先出三 我直接归票了 这能出三 然后我出去砍人 五二零 我选砍 如果不出来的话 我会随机砍一个没有身份的 就这么简单 我实话是说 听完四号的发言 我能坚信四号应该是一个 没有出刀的刀了 好吧 因为第一轮一刀的情况下 四号这么敢跳 那四号我觉得肯定就在 在在场上的节奏 四号六号都有在在 在在场上节奏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现在看清我底牌的情况下 我是个通理人 那十号的身份 一开始我以为十号有可能是一个被牌 但这样听的话 其实现在场上身份最高的 不是在座的各位神牌 是一号先先先 因为在单刀报警的情况 一号的这个发言权力是最大的 上来人家就说了肯定是十号 对吧 十号现在又穿了我的衣服 那十号现在他必定是一个带刀了 好吧 这有了谁都别说了 就出十号 其他啥都不能行 只能出十号 好吧 我的行程我也不用说了 我就出门 我去那个宿舍里面做个任务 做完之后我就回来了 我这身份 我只能想我就做个任务 反正赶紧回来 因为我趴在外面 待会儿又被捣了 那个白领 刚刚又砍了一个好人 我想要出事 我赶紧回来 好吧 十号现在在看 就反正现在你们只要认准一个事 这个逻辑肯定是对的 单刀的情况下 报警人现在直接说是 那个十号几乎是面刀的情况 那就出十号 好吧 现在场上有两个通力人 这十号这通力人就是假的 直接出十号就行了 十号 请不吝点赞紧回来 吃刀干嘛 出于吃刀不是脑残吗 背叛者也是有个轮次的 我出去吃刀干什么 黑灯就说明狼队还有信心 还有信心 再看个26 我都CN是真的妈狠 我怎么先发炎的呀 又不是我报的警 为什么是我发炎的 但是这个7号Z灯 7号Z灯是烂烂 他太狠了 他要等半天等别人出去 还是等刀啊 是不是要出这个Z灯了 但是这个7号 上榜是我能保的 上榜我为什么出十啊 我为什么出十 是因为在场的 所有人在场的视野 我只有1跟10 信单刀报警的这个1号 他抓10号 所以我才出的10 这把我还是要出十 还是要坚定出十 因为其他人我都不信 但是这个7号 如果是刀狼的话 我跟他单独待过 我应该就臭了 所以说7号的白领 我是能认的 所以说7号先不出 我觉得还是得 这挂在10号 这牛哥能是个好人 这人肯定是10号 跟0号的人次 穿了我没跳身份 被乔牛姿给穿了 穿了身份 被奥利奥给穿了身份 然后我出门之后 就灯黑了 灯黑了之后 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奥利奥 可以直接就刀了个人 我怀疑他是 他穿我衣服关灯狼 我觉得 然后我就在门口不出去 然后他居然出来 让我刀了 好吧 我就聊这么多了 不是奥利奥如果是狼 他为什么出来让你刀呀 他不肯傻子 出来让你刀吧 对吧 他肯定是知道你是狼了 然后他觉得他白 坐实了 他出来直接让你刀了 直接把你投了 行吧 因为你出不了刀 是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隐魔 你跟刘哥在一起 你出不了刀 然后夜魔仔跟三号被投出去了 所以你有刀了 对吧 刘哥他肯定是个隐魔 我这边爬下来 然后牙师傅是一个背叛者 巧得自我肯定 我应该是打错了 他们这么一说的话 我听下来三号应该是刀狼 好吧 要不然就是巧得自我玩的好呗 反正我这边已经在这边站死了好吧 钻头套上了 要是背过我背法出这个这边 这样吧 各位好人 我们都认CGN是一个白领 当奥利奥出刀 并且报警的时候 然后奥利奥再出去 他把奥利奥给刀掉 你把狼带走 我们认你是个白领 但是因为你手上有刀 我们觉得你也该走掉了 好吧 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吧 CGN 我们认你是个白领 但是我也觉得你该走 我们好人也觉得你该走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真正的白领 你为什么不在奥利奥把人刀了之后 然后这一轮先藏着 藏在最后面或者在后面 然后再跳起来 把奥利奥打死 把他打飞 然后看谁在那里 把奥利奥拉奥这样 然后你再把奥利奥打了 不行吗 你是一个白领的话 你干一点好事的话 那我们都认你是一个真正的白领 但是你没干一件好事 你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白领 你也走了这一轮 苏基争 挑奥利奥是真白领 我认 奥利奥把那个三号恶联会出去 三号是恶联走的 我现在我只认奥利奥是真白领 然后这些人把真白领刀了 必须不欺 现在在我这认为好身份的有1618 1618 我不知道这个牛哥为啥要出 还有我老道尔 老道尔暂信吧 反正这一轮先把那个戴刀的7号 我认奥利奥是真白领 因为他出掉了一个恶联 三号是恶联走的 我是真的同龄人 牙叔和英国 我被判 确实确实 有刀的都先出了 出7号这间 然后鸭师傅 说他上一轮开始是东区 做了个任务 不好意思 东区那个时候四个人 并没有看到过你这个 零号鸭师傅好吧 所以你的行程是说亡 那零号鸭师傅 他说的话就 不用听 十号抢头 应该是个真红的一个人 这轮出7号这间 都在说些什么 三号确实是恶联走的 十号这个假通灵人 学的还挺聪明 仔细想一下 就是你不要从 就这个常理上去看问题 你要看现象 现象是什么 这一轮出去是黑的 黑灯的 所以我就不敢出去了 我刚走到这个门口 准备出去的 但是黑灯黑掉了 我只能留在里面 在黑灯的情况下 四号的鸭是怎么能 把五号刀掉的呢 对吧 只有可能四号是哪 七号才是个真白零 对吧 四号在黑灯 在黑灯的情况下 怎么把五号刀掉 我问你们 怎么看到怎么刀的 不现实 要黑他早黑了 他只能在 之前他黑了 说明他有视野 他黑了摩登 然后再精准的 把五号给刀了 只能是这样 所以这一轮 你们说如果四号 七号两个都带刀 对吧 两个都是白零 那直接把七号出了 那行吧 那你们要出去吧 好吧 我是吃食还是出食 我单票挂食 你们想出去就出去 我还是挂食 十号肯定是个坏 是个大刀了 你们要是 投完期之后 游戏可能结束了 好吧 这样过了 在我这里压14个背叛组 三合五是两张大刀狼 三倍投出去之后 五被刀了 那七号这张 以摩牌就结醒了 他把真白零给刀了 这把出去 如果就 如果二零不是白零 为什么 到一张床下班 不可能的呀 只能是 二零是真白零 七出完可能真结束了 五三两个带到了 七号CCN 也不对 这个轮有关灯的 九号盘的也不对 有关灯的 要么就是关灯的是 叶毛仔关的 关完之后叶毛仔被二零 还真是这个情况 真的服了 关灯的 晚餐还打不过 兄弟们 这不得进准到怎么样 大刀 大刀 就所以就是叶毛仔关的 我看到所有人都出来了 五号没有出来 我直接站在灵堂门口 我的Q一亮 我就摁了下去 你真是影魔可以信 你知道吗 但是 你根本都在所有人出灵堂之前 没有 为什么 他们 等我刀到我就真的很奇怪 你前面全是人 我还特意往你那看了一眼 卖炸了 那么大法 他就盗了你 你就卖炸了 所以还真是我的个妈呀 哎那为什么一号 为什么 为什么一号你踩乔勒兹 然后乔勒兹 你又不踩一号呢 你俩是踩一号干嘛呢 他没看到 乔勒兹是好人 他踩一号干嘛呢 一号一号 那我从东西出来 然后我看到三号是在东西的 四个先呢 没看到三号 四个人可以 那我没办法 我这个 我这个对票 纯上一号给带票 一二六奶一二六 不是我混 不是我混 再拉一个 我去上厕所啊 我去上厕所里面 拉一下 牛哥第一轮 想的没问题 我看谁第二轮 我刀完人 他不进来 我就懂了 我只要出去吃刀 投完他 就游戏结束了 你还说 我之前是不是说 周六穿不得了 我想刀一下 爽一下 那你干嘛不交刀呀 对啊 交道啊 敢念主你 刘哥 这我是白铃的 我就没交到 他认你没有用啊 你做真正白铃做的事情 我们才认得下你 二六你的麦还没适应 我看你的麦都亮了 谁就懂了 你到底是不是 你能发现 告诉我 这个声音 他有没有 326不行 把耳机拔的 从窗一下 对啊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主要是我看大部分人 都出来了 然后他肯定要关灯 出来刀人的 我就站在这个正门口 然后我Q反正亮 我就嗯 我随便 到到谁 我报警呀 我看你前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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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聲了,126有聲音了 又沒有了 他賣關就大了沒有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遊戲裡面有了 葉毛仔,那個歪歪的聲音極爆炸 我感覺你在我的天靈蓋裡面發炎 現在了 現在好了 好 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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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牛哥那妈看人有点,有点剩的我 出去必须得出去的,没办法 要是待在里面擦交相,没人信你了 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去世吧 感觉要出事了 厕所估计有事 这你肯定有事了,云联 11号逃跑了 没有想到逃过来,教室门口有三个人,没想到所有人都在这,太想到的 我是牧师啊,二号硬毛仔是我的叉叉,我先报一下尸体,五号六号的尸体都是在卫生间的,然后126是个法医,一开始八二 8293,8293是从林堂出来准备少尸体的,这个夜猫仔一直在后面,而且他在我们人群中还黑了一次灯,两具尸体都是在卫生间那儿,所以你们那边不用盘了,凶手就从825,825,823,我看一下啊,8239,对8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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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239都是从灵堂出来的,现场排是8239,然后126是法医,我8号是牧师,8号叉杀的2号,2号是一张恶灵牌啊,开局验的大,电视电话有95秒,嗯,我相信126小姐姐会跟我站在一起的,因为我,我是在,我是在后面进的灵堂,然后这个3号是一张保护法医的牌,这2号硬帽仔是在灵堂后面的牌,2号硬帽仔是在灵堂后面的牌, 在跟在人群中,然后黑了一次灵,办公室是不是,厕所是两具尸体,厕所我就看到一具尸体,一开始我就看到一个这只人的尸体,然后我忙,忙着走过去我报了警,因为这尸体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还是两具尸体,一会请126小姐就报一下吧,反正这局就出这个2号,2号是我的插杀,呃,谁要来发言啊,我是牧师啊,这个李纳是我的精神学,我全程跟李纳串着走的,但是厕所紧急响,我和李纳 李纳就修紧急啊,然后他在里面修啊,我在外面站着,他修完了,我就转头往外走了,这时候天黑了,天亮之后那个,呃,天亮之后我已经跑到这个教室这里了,然后我就回头准备找下尸体,教室门开,撈料从里面走出来,压死后杨妹站在教室门口,你要帮我士比刀狼也可以啊,这轮帮我士比刀狼也可以出我,没关系啊,我是一张牧师牌啊,呃,全程跟李纳串在一起,李纳做的精神,这个8号还在我发言很不错好,为什么?他说22号叶猫仔查杀牌,叶猫仔是和你们从� 冰糖一起过去的,那么是不是可以保下来29,29,29,283其实都是不带刀的呢,所以这轮,啊,叶猫仔应该是问题不大啊,而且他跟我对跳牧师啊,所以叶猫仔在我这里身份本来就是偏好的,他又这么说,他把叶猫仔打成一张刀狼牌,我认为叶猫仔在我这里是一张铁号人牌,好吧,我觉得这轮要出的话,应该也出不到这张巴头上,巴,顶多是这张背叛者牌啊,8,2,9,9号是法医,9号是法医,8号报警, 是不是摸着黑豹的警啊,如果没吃过的话,哎,不对啊,你9号是法医,你8号是怎么摸着黑豹的警呢,那我觉得这轮可能要出张8号牌啊,如果出了的话实在不行,反正2号在我这里看是不带的,我觉得黑豹还在张2号牌,应该问题不大 那就811,你们两个人有问题 8号报警人说,他是在林航拖那个林球,想要过去的时候,是2号叶猫仔家在他们中间报警,那请问你8号不是法医,知道尸体是在卫生间,而且还是摸着黑,知道卫生间报的警,请问一下这个8号 你又说9号是个法医,不是法医怎么摸着黑豹是报警的,还有我说一下,这个11号牌,天黑的时候,奥利奥是把教室的门关了,我就听到了,然后压师不是在我的背后,所以他应该,他这个行程是过不去的 那教室这边的话,是我10号,0号,还有4号,三个人是在教室这边,我们三个可以互保,你11号是天黑天亮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卫生间刀人,逃跑的一张刀狼牌,好吧 11,两个人都有问题,你11号,看到的牧师,又说出你的问题,你要认出,那这人就出11号,你呗,那8号也有问题,这牧师认不,好吧 811,8,8保了2,不是,8,8打2,然后杨妹出11,杨妹出11,我是从地下室上来以后,看到杨妹那边有几个人,三个人好像 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去,去卫生间,这有来先出11,那边也一票人 七手去了食堂做完任务,就下地下室准备做任务,地下室有两个任务,然后下去一半的时候,然后天就黑了 天黑了没动,然后上来的时候,后来天亮我就上了,上来看到两票人 既然这么聊的话,如果8踩2,看2怎么发言 11这牧师跳出来有可能是想做8身份的,说话说 有可能是这么个人 因为毕竟杨妹估计应该有三个人可以保他 11肯定不是真牧师,这不用讲 哪有牧师认出的 8踩2,2能怎么说了,2没问题 他主要是他想看 手举起来给他看一下 没什么办法,这8号查到我了,我也没办法 过了 8号背叛甲 我其实还想听2号聊一下,因为 两具尸体是天黑之前就死了 所以10号打11号那个点是可以做成11号是刀狼的 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我一直在搓灵台 然后12个人瞬间变10个人 12个人瞬间变成10个人 然后我开了技能,两具尸体都在卫生间里 然后当时就说当时8号是站在里面门口的 所以说8号一定不是那张刀狼台 懂吗?8号一定不是那张刀狼台 如果2号这样来言的话 加上10号说11号是从卫生间那里跑过来的 那我觉得21可能确实是两张刀狼台 如果说天黑之前10、4、3也能互保的话 那这轮出11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当时就是我跟你们说 刀人的时候12变成10个人 那一瞬间的时候 8号是站在灵堂里 其实我想听叶毛仔聊一下他的行程 但是他没聊行程 为什么是乔勒兹报到警 因为我们变成10个人的时候 往狼道那边走 然后给乔勒兹打灯 乔勒兹跟着我 但是我走到那个卫生间门口的时候天黑了 然后我摸黑走进去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记啊 就是我走到那个修警报大概那个位置 反正就一直没按到记 然后乔勒兹记了 我确实是张法一样 就能出11吧先 2号能不能 出11吧过 我也觉得先出11啊 11确实是我杨妹奥利奥应该都看到的 天亮之后突然之间出现的一张牌 而且那个方向很明显是从暗方现场 卫生间的方向就是跑过来的 看到我们很惊讶 但是没想到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方向 没有想到他逃离了这个现场 巨多人的暗发现场之后 跑到教室门口还有三个人 他有点懵 11号看到我们有点懵 11号是现场跑出来的一张牌 然后呢 其实现在身份比较存疑的是8号 8号这个牧师能不能行 因为我觉得如果8号 8号也是个狼的话 那11号这么跳出来 有可能是他想把自己做成背叛者 变相的呢 去抬高8号的身份 有可能是这样 那现在看2号这么聊 2号说这个8号查杀他是想看他的夜毛 所以他就举起来了 那我觉得8号2号这个事先放放 8号现在身份还不知道 好吧 我觉得如果有白灵的话 可以出完11 然后把二刀了 也可以这样 8号我觉得先放一放 不好说 有可能是个真不是的 好吧 我觉得现在别管夜毛 先把这个右毛先拔了 我先出11号 我归票11号 没什么问题 先出11 3号发言 3号是一张什么牌呢 3号是一张在灵堂附近保护法医的牌 3号 9号在那搓灵堂 然后后边是这个夜毛仔 然后走着就是126带着我们去找尸体的时候 走着走着这个夜毛仔在天黑的时候是跑到了我的身前的 然后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天亮了之后 这个夜毛仔是在案发就是在尸体旁边的一张牌 然后我再看一下我认就是我认出的这些身份啊 11号 在我看来他就是一张狗腿子呀 然后这个2号发言虽然很不好是认出的一张牌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和11打一手反逻辑的一张牌 现在大家就是从发言上来听的话 这个2号更像一张狗腿子 11号更像一张刀狼牌 但是我反而觉得因为2号的行为不做好 2号是天黑之前跑到我的身前 天黑之后在案发现场的一张牌 我觉得这个2号可能是一张刀狼牌 然后11号前置位狗腿子敲了个牧师 2号发现这个信息之后 就想把这个11号推出去 这是我的判断 好吧 然后听下面人归票 就是像天黑的时候我是在冰范球室里面的 当时冰范球室有个频道吧 我看完美人休了 紧接着杨内他们是从 因为杨内他们是喜欢那几道网 通过平凡球室往教室里面走的 我是留在平凡球室里面的 前面听下来的话 但3号连了一点 说2号在9号法医挫灵台的时候 算是看到2号在灵台附近的 如果你这样聊的话 那2号就出不了招啊 那出招了只能是11 是他有那个假程去做的 因为9号法医说了嘛 他去挫灵台的时候就已经变成10个人了 他们是开着技能去找尸体的时候天黑的 那也是天黑几前死的 2号在你们冰范附近的2号出不了 那你出不了刀 那只能是让美胖走的牌 这把出11没什么问题啊 七学办公室第一个任务 做完之后我和杨美 杨美收了那个体育室警报 体育室警报 修完之后我平凡球室走 当时老道在那个 平凡球室右边门在做任务 我看到的 然后天黑的时候 我把自己灌在了教室里 然后杨美站在教室门口 11号是突然出现的 这轮肯定出11号 老道也动不了刀 那现在很简单 8号2号9号3号都动不了刀 那剩下我一个能动刀的 不是只有牛哥了吗 对吧 因为8号2号3号9号都说在灵堂啊 然后9号法医说了 12个10个人 那剩下一个带刀的 不是只有牛哥了吗 这轮先出11 11肯定是要出的 我觉得是这个情况 因为CD比较30秒 所以呢 他们是准备 准备在卫生间来一波战狼 战狼动着动着 人都过来了 过来之后没办法 只能黑灯掩护跑路 出来之后 然后 11号狂奔 一路奔到我们这儿 没有想到门口有三个人 应该是这个情况 果然没错的 倒了还是白灵 卧槽 我的干嘛 牛哥好像今天又又没怎么说过话 牛哥 太惨了 对不起啊牛哥 我还是那个白灵 就能出二吧 出完二之后再盘剩下的没结束 好吧 牛哥太惨了 当好人被刀 当坏人我操被白灵刀 那个乔兹这个牧师是可以认下来 好吧 身上全是伤疤了 而且 刚才三号的发言其实有点短 他一会儿说这个11号可能是个狗狂 一会儿又说这个2号可能是个狗狂 要打一个反国气 他想出这个2号 那他的意思 他就是有点像在暗保这个11号好吧 所以这个3号给人的感觉也很喜欢 那这一轮先出这个2号叶茂仔 没什么问题 他自己都放弃了 其实你们如果想求稳的话 就出这个2号 我可能尝尝到狗腿子 因为听法医这么一说 当时死人的时候 8293都在灵堂的 所以这个我们4个人动不了刀 但是我们4个人里面肯定有和狼队购牌 那9号是法医 我8号是牧师 2号可能是个狗腿子 那唯一有沟通呢 就是这个3号 3号有可能是狗牌 先出2吧 球稳的话可以先出2 因为当时我没有错球 我不当时几个尸体 我就看门口有个尸体 而且2号还是我的叉叉 我就要出这个2号 但是这个3号也要出这个2号 3号是那么急切要出后退 先出2吧 我也觉得还先出2吧 因为二招 这个2号毕竟是一张铁出的牌 都放弃了 3号呢 有可能当好人会赚一点 就先留一留 上一楼我没跳身份 我是个通行人 11号走了 确实恶劣 好吧 实际上是恶劣 后来一看就是刀刃的人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好吧 8号应该就是真目视了 其他其实没什么好盘的 身份也都相对比较明了 这个楼先出2 2号出完 叮叮3 就完善了 好吧 过来 我说了 这边 WINDOW就出2吧 3号 有可能做成一模牌 就下一轮 看着他就好了 对吧 出2没什么问题 3号一定是张狗腿牌 因为他 他自己聊到他天黑那个动作 他是想走到现场 然后装刀狼的 其他是一张茶沙 但是天黑就死了两个人 天黑之前就已经死了两个人 嗯 4号白领 影魔 是0号 3 7里面出张影魔 对吧 其实这把坑鞋子很好排了 没没什么办法 龟票2号出2 2就是那个影囊好吧 够了 出3就出3吧 过了 没了 放弃了 感谢弹幕上 4man 谢谢4man这位水游打出的我爱嘎子 谢谢你的喜爱 感谢 之前我看云哥上电视的时候 有人在那个 发那个就是小 小彩电的那个字 那个字一直在写 那个 挪威亚是我老婆 兄弟教室 这个教室我下面带把 我这 教室我下面带把 我要是不带把 我就嫁给你了 没位置了呀 只剩牛哥能导人了呀 他们还把自己撩进去了 我怎么点不了开始 真的呀 上电视的时候 我看到有个人 他疯狂在刷 我不知道是谁 我ID看不到 刷太快了 有人说什么 挪威亚是我老婆 什么 真的 我那时候 就下面带个把 不带把 我就嫁给你了 兄弟 不知道那个ID是谁 是谁呀 到底是谁 我的ID 有 我 這野毛仔不對勁有差 剛剛看人的感覺完全不對勁 這麼多人都待在原地不動的什麼意思啊 過年辣這裡啊 這一點估計有可能是要查查牌 在做什麼呢 教練他們在做什麼呢 現在已經把那裡放在一起 在做什麼呢 我現在已經把那裡放在一起 再給我一次把那裡放在一起 就把那裡放在一起 你過來兩頭狼啊 我就做個任務呀 我做完就走了 你這跟過來幹什麼的 我在裡面也就跟過來 我剛才說 他反正就來跟過來幫我盜了 我本來就跑了我都 不知道 看我 算是做完任務出來 他們直接跟著我過來的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來 你沒啦 我還好沒把你盜了 我還好沒把你盜了 白零盜我 我是白零 我是白零 我還好沒把你盜了 你還是什麼 他這也是白零 這有點慘了 所以我在靈堂待到沒選 沒選沒我只能去做任務了 我關著燈蹲著做的 我 我是通理人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 我根本都不老的 我一定 是100 不怕人 人呢 不怕呀 怎么能出到四刀的琳娜 你不是法医吗琳娜 5号我看她是一直在灵堂这边的 然后我告诉你们我是牧师 这轮你们一定要听我的1号和11号是两张茶沙牌 11号是我开门验的茶沙 等我CD好的时候报警了 然后回来验了这张1号牌 1号牌也是张茶沙牌 11和1都是茶沙牌 好吧 然后后面我做了两个任务 我是一个宿舍任务 做了个乒乓球室任务 当时老道尔和我擦肩而过的在西区 老道尔和嘎子的尸体都死在乒乓球室右边 然后杨美死在东区门口 另外就尸体我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看到2号8号地下室 3号突然间没有回头 没有去地下室 然后我想去地下室做个杂武键任务的 然后2号8号 116一直追着我 怕我任务都没做 我一路往那个配电室楼梯就上来了 上来的时候天黑了 天亮之后我就发现 乒乓球室又别躺了两局尸体 好吧 1号茶沙1号也是茶沙 你们自己后面归一个吧 只能在110亿里面归 好 茶沙我 那你踩到铁板了 我是张白领牌 还没有出刀好吧 然后开局前期任务 我就不用说了 西区做完去东区 然后李娜在戳领堂 我也有点反 一幕12人 我看没死人 李娜在这戳 我就放心地走了 我去地下室 做了一个那个 最近的那个图书馆 那个桌子 我做完之后我直接上来 地下室只有我一个人 上来之后我去西区 衣物室做任务 天黑了 我一个人在衣物室里 然后我出来之后 我出来之后 衣物室没有尸体 我看 从狼道那边 一切儿跑过来 然后我在乒乓球室 盾门这个楼梯 遇到了这个 8号和2号 牛哥和126 他俩从他走上来 打师傅尸体 应该是打师傅尸体 在这乒乓球室门口啊 8号和2号 应该不能打我是刀狼吧 我是站在这个尸体附近的 那我刀狼 天黑我不跑得远远的 对不对 我是从那边绕过来 找尸体的 唏嘘我就看到 嘎师傅这一具尸体 然后我从室外和822一起回来了 我是个没出的 奥利奥 上来查 我们两个人 1号什么身份 我不好定义啊 1号 1号发言 我刚刚也没听 没听太多 出门 如果没人砍 我会砍这个奥利奥 奥利奥应该是大约上背叛者 其他信息我就没有了 知道李娜怎么说吧 李娜你不是法医吗 那你一直在灵堂干什么呢 我是个带一个 确实 这李娜一直在灵堂 然后走的是死了4个人 天黑的时候 这个1号就站在 天黑天亮 1号正好站在尸体上 然后在1号啥话都没说 我是个通灵人 我是个通灵人 11号这个白灵人 11号白灵是一张PASS 当时他在教堂 和那个10号站了一会儿 然后 我觉得出这个4号吧 4号是在现场的 4号就是刚完 刚报案完警的时候 是和这个1号在一起的 而且他还给1号发来到查山啊 出4吧 出4吧 我是在教堂门口的 我看着那个1号报案警之后 4一是站在一起的 然后 1号刚才还有六九二十 先出4 先出4 这是这游戏怎么可能先出4 一时一时三郎连坐 李娜为什么 李娜这戳之前12 是12个人 然后他可能是没血了 他一直在戳 狼刀也太慢了 你这么慢的 真的太慢了 李娜出去做个任务 我戳到10个人 我疯狂给李娜打手电 我想他出去验个人 结果他还是戳了一下 戳了一下 我就跟着他出去 然后我想替他挡个刀的 因为30秒CD嘛 然后出去咋一看 然后杨妹躺在那 现场的乔勒兹 Pro maybe Para maybe 应该叫 然后还有个 就三条狼吧 然后待会儿出 1号死了 虽然有点顺之不武 1号死了 1号流血死了 这把先出11 出11 10号肯定带刀 然后3824加5 一起走 然后肯定里面 可能会出个背叛者 也可能背叛者刀了 然后让乔勒兹 迫不及待一下 我欲为一下 好吧 让他感受一下绝望 过了 这把锅不能灌李娜 真的不能灌李娜 刀出来太慢了 谁灌李娜 李娜的话 随着狼直接走 好吧 2号精水 4号查杀 2号出门 在西区 做任务的时候 验的 全程跟着2号 一直做任务 4个任务已经做完 然后等个人刷新 第二是验的奥料 验了他之后 我给2号打灯 赶快跑 4号应该是张背叛者吧 这出谁呢 4号说 1是一双狼 是一条人摆林 1号流血死了 那狼能流血死吗 这很奇怪 1号是凋谢狼 其实当时 去灵堂 搓林牌的时候 也以为5号是张法医牌 但是这轮出4到5号 都不报警 因为看到5号 一直在搓林牌 好吧 这轮有全程跟2号在一起 然后第二次摸了张4号 但是4号在第二次 也没看到 4号是在现场的牌 4号到底是张背叛者 还是张刀王牌呢 我听到回票 听2号回票 听2号回票 2号是我精髓 全程跟2号一起走 4个任务都做完了 那我们俩 我们俩从地下室上来 只有11号站在那 对不对 只有11号站在港支部 只能出11了 出11 非常清晰 你精髓都规票11好了 那就出11吧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我法医开竞争得到的结果 就是那个时候 当时开了竞争 然后打开看 乒乓球是两具尸体 对吧 然后黑灯了 黑灯了 黑灯了之后 室外的门口亮了一具尸体 然后乒乓球是左手 办公室这一块 又亮了一个尸体 怎么办呢 四万门口的这个尸体 跟1号扯不开一点关系 跟10号也扯不开一点关系 4号根本就没在这边 然后我不理解 我出去了再进来 为什么我又变成轨票位了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东西 跟大家说法医的技能 是可以这样子用的 在别人黑灯 把你的技能吞了的情况下 给打开你的control 他的尸体会显示在上面 哪怕黑灯的时候 刀人 可以显示在上面 他一次他出去抢之位 为什么回来之后还是木之位 可能是bug 这估计有可能bug 那像1号掉线了 1号自动死 再出11号 狼队又没了 第一轮刺刀又没了 1号怎么没了 1号掉线了 对我兄弟呢 啊 变了 对啊 那没办法 1号原本我看着他 然后他突然间人没了 应该是掉线 他发言都没法 那没了 我裂开了 我兄弟没了 哈哈 哈哈 巧乐子这两张茶沙牌 长到两个盗浪头上了 小姐啊 小姐啊 巧乐子狗腿 出发吧 出发 我 我 我 没有到 我都知道0号和6号是两张生态 还有个4号 这个人都 好 好 哇 是是哪 是谁知道我去做了个任务 然后睡点出两张 我的妈诶 我 我不知道啊 对啊 我感觉影狼应该在这里面 我还要插影狼 啊 有可能影狼在看你不在这 你现在都给你个生牌挺好的 但是在11号被发现了 这猫料 我上缠了两个道了 缠了两个道 是牛啊 我还以为燕毛仔是 一直待在那里面看着 大学生来了 我也以为他 我想保他一下 拿钻头 想保你了 你保我归保我 但是我一出去就死了 太尴尬了 对 而且我搓了10个人以后 我出去就可以在我死 主要是我看你那一直在那搓 我搓了一下12个 怎么突然间 报警之后变8个了 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也是傻的 我确定12个在去做的任务 不过1号不掉线 我估计也危险了 主要这波 这波都出来了 我还能够发现 我该是倒门的 我都将冒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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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下 你去不要 - 人有點多耶 - 人有點多耶 - 啊! 一二六 感覺是牧師啊 一毛仔有點奇怪 一毛仔 一毛仔反而走位很奇怪 突然間又跟著我了 夜毛仔從後門回來了 他應該去了林台 去林台然後從那邊繞過來 通靈人就是能看到被投出去的人是什麼身份 牛哥沒辣 包姐也沒辣 那最後回來了有嫌疑啊 報警人死了 牛哥又沒了 身體在哪兒 東區沒有屍體 我跟這邊在東區衛生間 食堂 宿舍 靈堂 全部找了一圈 東區都沒有屍體 當時東區還有一個人 就是奧利奧 那電影牛肉應該是被圍刀的 整排一下那個 西區的人吧 電人CD79秒 這邊精水 126是不是牧師我不知道 但是確實全程我們倆啊 都穿在一起的 我第一輪四個任務做完了 然後第一輪四個任務做完了 做完了之後 這CN不對啊 就報警了 這旁邊有人啊 我回來的好像是找到了 說話一頓一頓的 聊一下你的行程吧 好吧 我們東區找了一圈屍體 東區沒有屍體 那後面 信息就聊一下吧 我跟126是沒什麼信息的 我只能保126正能不能出發 好吧 講到你要怎麼看 他會 cœ 開局的食堂 和強車任務 當時原妹進來 把那個食堂警報收了 然後我去去的教室 教室 和強車的任務 直接去平凡球室做 做完之後 這個任務在ahs 杂物间我是从杂物间那边下去做一个任务的 当时做完出来报警了 然后我直接从那边上来 我也没什么信息 我今天就这样 在杂物间我没看到的 我是从杂物间那边上来 接通过是外境的教堂 谢谢LHE 谢谢老板 我说一下 我是白领 有个是我招的 因为一开始东区做任务的时候 老道尔在那边隔墙做食堂的任务 然后食堂的警告是我修好的 那个时候是电影扭扭过来看了一眼 他没有修警告 后来我在那个食堂那边做任务的时候 他给我蹲了一下 他也不会以为我是狗腿的 然后他就带着我下大事 我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做任务的时候 当时电影扭扭是在杂物间那边的 后来他就是 我出去是看到李娜的尸体倒在地上 然后我想跑过去报告的时候 然后电影扭扭 他就那个报告了 我就直接把电影扭扭给到了 我是个白领 电影扭扭是一个老道的 那这个老道其实有点奇怪 我在地下室没有看到过他 开始我看见 我直接奔到乒乓球室做的任务 然后我看见乌洋洋一堆了 你们ZZN啊 嘎师傅还126 然后我修完那个乒乓球室 最后那个柜子的时候 我两个任务在乒乓球室嘛 然后我修完之后 然后我就从室外 我准备去灵堂戳一下 然后看见嘎师傅直接进了教堂 然后我去了灵堂 去了灵堂之后 看见又在里面 然后我们俩就戳灵 戳灵台 然后刚戳的时候 我刚戳然后就报警了 然后大概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过了 到现在都没人跳法医啊 1号能不能是个是一种法医牌 法医还找到了尸体之后 被杨妹给刀了 到现在都没有人跳法医 我是个白板牌 我又不理位置在那 我只知道这个压实 我报警之前 报警之后都是在教堂的 然后9号刚去西区办公室任务的时候 报警 但是现在没有人跳法医啊 我这门 我也不好说怀疑到谁 因为我没有见过尸体啊 我也不知道尸体位置在那 只听到杨妹说了一句 是在第二次当务间 然后现在法医也没有报纸去的信息 要么就是信这个杨妹是个真白灵 他把刀狼 1号牛牛给刀了 要么就是信 牛牛是个真法医 杨妹是个刀狼 他把法医给刀了 就这么两个结果 0号压师傅应该是个审判 要么是个背叛人 反正他是没有刀的 我就盘到这么多了 过来 刘佳师傅和ZDN一起做的医务事任务 医务事两个任务 然后ZDN做的那个警级 我就没做那个警级 因为有两个任务 做完之后 他俩都分别出去了 我也出来了 我到灵堂摸了一下 12个人没有死人 我准备做我冬区人 拍一个地下室 一五四 冬区宿舍只有大学生一个人 大学生在灵堂梦逛来放去 然后进入宿舍 我对他害怕 所以他一个人 我保育背道都回了灵堂 这时候叶猫仔从东区大门进来 我们俩进冰堂 搓 就是报警 我搓完之后十个人 也就是说 牛哥肯定不是伪刀 现在就杨妹说见过尸体 说在地下室 然后老道尔说也在地下室 但没见过尸体 东区应该是没有尸体 那我能保大一生 叶猫仔都没问题 八五 东市金水应该也大概率没问题 西区 乔兹说也没有尸体 我觉得有点可能要出杨妹了吧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觉得 没有关灯 然后报警 当时已经双刀我不让牛哥死了 牛哥应该肯定看到面刀了 或者是牛哥被看到面刀了 肯定能弹出个所以然来 我没想到是牛哥死了呀 那就是说牛哥是单刀报警的话 被杨妹刀 杨妹是说牛哥觉得他是背叛者 然后杨妹缩在哪里 牛哥把人刀了 杨妹出来 牛哥想要报警 牛哥报警 姨妹把牛哥砍 这合理吗 不是合理吧 但是没有人出了呀 我保的人 八五二 十 都没问题 如果是在地下室 那有问题 只有六和七呀 一共就出了意识 杨妹说觉得是牛哥刀的 但是杨妹的说法 那只能出六 这个看不见实体的人 如果不信杨妹 我觉得就要出杨妹了 大学生能不能做成一张隐狼 大学生在银行门口晃了很久 我是有点害怕的 那我说一下 我是个通灵人 这一把其实 我实话是说 有可能一和七都是好人 首先我是这么认为的 牛哥首先他是报警人 对吧 所以如果是个白灵 他说一号站在四号的尸体上 然后看他报了 尽量把他刀了 我觉得首先你们前面的人 也没说看到七号面刀 七号完全可以 如果他真是个刀狼的话 他完全可以引过去 他没必要这么说 他没必要上来说 我是个白灵人 我把一号刀了 因为再给别人看来 他的身份会变低 没人会相信他是个白灵 因为他一号牛牛 他毕竟是个报警人 对吧 单刀报警人 他要把一个单刀报警人刀了 他肯定会觉得很离谱 七号愿意把这个信息说出来 我觉得有可能 七号这个真白灵 所以我现在觉得七号不能出 因为七号是个狼的话 他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一号呢 我觉得有可能 前面巧勒兹说的 会像前面说的 有可能他是个法医的身份 有可能是去找尸体的 然后七号呢 误以为他是个狼 结果把那个牛牛给刀了 有可能是这么个情况 我在七一都认为 他们是个好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前面聊的最有问题的 是这一张十号牌 十号有点 拉踩的这个情况 我实话实说 十号我觉得聊得不好 是一张很坏的牌 我想出十号 好吧 七号我能认下他这个白灵牌 虽然你们可能都不能相信 他是个白灵 但我觉得他是狼的话 他不会这么说的 我想出十号 我挂十号 我归票十号 我是个通领人 过了 五八十一 在东区的 我第一轮四个任务做完了 开车巧乐资 做的那个教室阁墙 修的那个教室柜子 然后食堂餐桌 出社 这是第一轮任务 四个做完之后呢 我是返回去往教室那边跑 然后卫生间出来的是 五号八号 然后食堂 是先食堂十一号和我面对面 那个十一号去了灵堂宿舍方向 然后卫生间是五号和八号 我往教室走的时候 这个时候报警了 然后我教室没有尸体 当时卫生间食堂什么都没有尸体的 然后我从十一号 杨妹真的真的应该是个白灵牌 七号这张白灵牌 大概率 四郎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没人看到他举手 六号说在地下室 他什么都不说不就行了 对吧 应该是 他要怎么说干嘛 零号 通路有人归 是不是 要么七号是个腿 我建议是出六 最多是个腿的 因为七号的情况下 六号在地下室 他说没人尸体 就应该出六的 七号规票的话 不一定能信 因为如果七号是真白灵的话 有一只狼没出 刀可能抢了个 不几只位吧 但现在也没白灵 刀现在还没白灵 我是建议出六 难不成广西世界上来说他是白灵 这轮其实很明显了 六二十三郎 为什么六二十三郎 我先说我行程 开局西区三个任务 冰凡球是两个一个 办公室任务 办公室我刚才做办公室 你那先做 我在做 做完去冰凡球室的时候 你们一群人从一屋室那边进了冰凡球室 我第二个 第二任务是那个调查书柜 我在那里做的时候 做完 二六本来已经是出了冰凡球室去往那个教室那个方向的 突然他们这两个人就回头跑回来做我刚才做过那个书柜 就是右手边门口那个书柜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走到那个教室是片池塘这个拐角处 我就开着端正点看着他们远处那边 什么情况 那都是七一一 就往冰凡球室那边方向走 二六六是往了地下室跑 我远远就看到他这个身影就往地下室跑 因为很明显 二号他这个衣服呃 是在那个冰凡球室的右手边门那里晃溜了一圈 这我看见他们没什么事情 我都才去的东区宿舍这边准备做任务 我刚走到东区宿舍里面 住里面准备做任务的时候就报警了 这种为什么六二十是狼呢 因为我本来还怀疑这个八五七是狼的 但是因为这个十号的发言太炸了 而且三号能证明八五确实是从卫生间里面出来的 那他们不可能是牛哥是个牧师 那只能视为是他们八五七炒人 那就二六六十是花人 那这轮出十 因为十说的满篇谎话 他说我在灵堂晃肉 我直接就去那个宿舍的 我怎么晃肉 这轮出十 然后二六里面有问题的 白零出门卡 但是最后是说出谁啊 他卡了一下 出十嘛 钻头 我跟你讲有可能就把钻头 七号绝对可能 绝对应该是白零 我已经说过了 七号应该真的就是白零 他要么就就有20%的可能性是个背叛者 他不可能是刀了牛哥的那个人 他刀了牛哥他没必要这么说的 没必要说那个我是个白零 让我把牛哥到了 还说跟牛哥一起下去 这不蠢吗 这 改出来送吧 完了 杨妹做成一张鬼目 那他为什么要跳这个白零呢 他明知道这么跳白零 去刀一个单刀报警的牌 他还不是一个报警人 他不蠢吗 他就算查到牛哥白零 他也没必要跳啊 对啊 你为什么不出6啊 为什么不出6啊 知道啦 哎mmm 对啊 我出出你的话 他们不一定会心啊 对啊 standard 6啊,不限期就出7啊,怎么能够到我10在冬居,叶猫仔保我的呀 你说你法医你就大大跑跑跳呗 那法医为什么不跳嘛 我法医你法医你不跳 一轮没关灯啊,一轮没关灯我就没跳了 没关灯你不好吃饭你别出门不就好了吗 就是又出不到你平下 你法医你要特法医的话 叶猫仔和大正都能证明我在冬居 大正虽然踩我,但他也证明我在冬居 大学生谁呀 我赚了,我赚了 我本来想归6的,但是 哎呀,怎么 我分票了,你不信了是吧 我,我没有,我本来就是 比较性感是否的,然后突然就 哎呀 肯定是6,7的局啊,1局肯定是7的 走一个都不能输的 6和7都是在地下室,还有一句是替谁来警示 哈哈哈哈 就是 八明刀的,我以为是颜美刀的 我终于突然就把你刀给刀了 我,我觉得是不信这个7号,但是 哎 赶子突然,赶子突然要出十 我整个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了 不信,不信7号里 这就是,李娜说的,爱情的力 哈哈哈哈 不是,都是吧 牛哥下去就把李娜给刀了 我人都看啥 他,他鬼鬼祟祟的关着灯,开灯在咱俩面前 那我肯定刀他了 怕死呀,然后我突然,我刀完他以后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老道从那上去以后 他肯定会回头的 然后没想到他回头把我给砍了 他一砍我,我说完了,你跟他就在一起 你又把我给养 哈哈 我知道杨美肯定是个坏人,但是老道我不确定 所以我要出老道了 不是,主要我是想杨美他也没人看到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跟牛哥一起下去 然后他又是白领把牛哥刀了 我想这当狼也太蠢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那是杨美刀的,然后牛哥抱着紧 那我从上去就把牛哥刀了 是牛哥抱着紧啊 就是 牛哥刀了李娜嘛,李娜不对 然后杨美就最好在边上把牛哥又刀了 我没刀牛哥 我刀了,我刀了 老道是说牛哥出刀了,他刀了李娜 然后估计老道没PG组,他上来就把牛哥给刀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他在产品面刀 我就有一球上去把牛哥刀了 不是,你这个法医你不跳啊 你这被跪出去你真的不应该 真的不应该 我第一轮确实不在现场 没想到能盘到我呀 那么多人这么多 没有,我把他想出七或者六 但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嘎事 我说他要出错 你被说是因为他们 他们有点相信我是个白领 但是你又归我这个人 所以他们觉得你的身份就不错好 确实不能 不好归你 但是你没有跳前置位 其实挺想出你的 抱歉,抱歉,我上一局有事情 马上去了,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赚了,我赚了 你们本来一起算 你们本来一起算 把他不玩了是吧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1分了呀,下班了 不行,我受不了,我要再来 我要再来一局 那你们再看一局 你们再看一局 快快,谁来 我要吃饭去了 狗哥受不了一个 麻了,真的麻了 主要我是怎么我都想不明白 杨妹她是她是个鬼木 她打了两次逻辑 她就诚心这么说 能让大家相信她是个白灵 这女人这,我操 神福挺深的 我就很简单的想了 第一层 我想杨妹她 如果她是个狼的话 她干嘛把牛 也没人看见她 她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个白灵呢 对吧 一个白灵把单刀报警的人给刀了 刀完之后她自己还不是前置位 她就这么说 我觉得她没必要 我听巧勒姿说的也挺对的 我听巧勒姿说的也挺对 因为牛哥还真有可能是个法医 我想法医过来 然后踩在私底上 可能刚刚点了报警 杨妹手一抖 直接把牛哥一刀 觉得他是个坏人 就刀掉了 我想想确实有可能 有可能 10号呢第一轮她也没她这个法医身份 我想法医身份应该不会留的 10号也没身份 起来之后 那感觉打的这个枪也不对 那我想就出10号了 算了那确实赚了 确实赚了 10号 10号我出时 因为我觉得10号聊起来确实不像好人 每个人的感觉不同吧 那个时候我出的时候 弹幕上也觉得有些说10号不对的 好吧 弹幕上批评我的我认啊 但是有一些我在前面玩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些亏评狗了 有些亏评狗 你亏评 你看看两个直播间你就看 但不要互相刷好吧 这个事情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就千万不要来刷 承认我我确实是赚了 但是有一些连 有些人都没有发言 突然之间就开始说了 说谁是谁是狼了 就已经聊出来了 这个你就没必要了 这个就真的没必要了 唱歌不唱了24分了 下了 下播了 只能说被坏女人骗了 没办法吧 感谢迅影刘恒送的66个银光棒 算了算了 去了去了 没人了 只要我 我是觉得是发言 唱一首吧 24分25分 应该来得及 唱首戒烟 准备戒烟了 被杨梅骗成这样 怎么收拾他 他又不在我家 怎么收拾 被恶评 感谢老道尔送出的魔法书 感谢老道尔续飞的十个月见识 感谢大老伯 哎呀被恶评 被骗的心里有点气 真的被骗的有点气 有点气 这变得更好 去掉骨骋 一不小心成了你的 倾听对象 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 要陪你唱歌吃饭我结贷 保持有ữ习惯 你说最近过的还算 幸福美满 喝了几杯 唱了几段 你却哭了 想去安慰 却不知什么立场 听你说话 看见是头发 我得到了惩罚 截了眼我不习惯 没有你我怎么办 三年零一个礼拜 才学会怎么忍耐 你给过我的伤害 是没有一句责怪 结果也染上悲伤 我也不想 你说最近过的还算 幸福美满 喝了几杯 唱了几段 你却哭了 想去安慰 却不知什么立场 听你说话 看你哭湿头发 我得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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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了眼我不习惯 没有你不习惯 没有你我怎么办 三年零一个礼拜 才学会怎么忍耐 你给过我的伤害 是没有一句责怪 解了眼染上悲伤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谢谢今天收看直播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谢谢各位送出礼物的 观众朋友们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 接下午的收看 我们明天下午一点半再见 感谢大家 谢谢石天锁的播放书 感谢石天锁 给各位送出礼物的大老板们 最后给你们一个压嘴播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下午 大家不要关闭 去国军 鱼哥马上来了 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下午再见 拜拜 我们明天下午